你没有刑医资格 你给谁治病 你都是犯法的 反正他在电视节目里面 暂时这样这个东西 你要抓这一点的话 你怎么抓 你们老是抓的 合法不合法 动不动拿科学来说事 有用吗 动不动拿迷信来说话 有用吗 这是迷信吗 这是迷信吗 人家治好了 刑医救人52年的老中医 遭人举报没有刑医资格证 被罚款6万元 老人一气之下 将未济局告上法庭 称自己行医救人没有错 那么案情最后的结果如何 一代两医 真就要再次运落吗 2017年某天 广西来宾是金秀县的一处山村 老姚依庞福万和往常一样 正在被村民诊脉 可就在下一秒 两名未济局的工作人员 闯了进来 称他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医师法理的相关法律规定 因为没有行医资格证 他现在属于非法行医 必须马上关门定业 并且要缴纳6万元的罚款 庞万福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干了52年的老中医 行医救人无数 竟然属于违法行为 面对未济局下发的罚单 庞福万始终坚信 自己的医术是正当的 于是准备将未济局告上法庭 可没想到 在法院的审理判决下 认定老姚依存在非法行医的行为 于是一审败诉 然而老姚依根本不服判决结果 再次提起上诉 二审由韦柳林法官承办 因为他是壮族人 对于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习惯 十分了解 决定带人前往实地进行考察 很快 韦柳林法官就见到了庞福万 在了解得知 当地生态环境比较原始 常常有毒蛇猛虫伤人 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村民们就地上山采集草药 千百年来的经验 汇成了疗医治疗法 由于姚族人没有自己的文字 所以这些医学知识 都是口耳相传 现在他们已经将自己的知识 传授给了自己的儿子 以防止自己上山采药时 没有人作诊 总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 法官随后仔细研读了 有关的法律文献 发现进行从医活动 必须同时持有 医师资格证和医师职业证书 否则无论如何 都是非法行医 然而老姚依却称 自己在1996年的时候 县卫济局就为他颁发过一本 受惠医生行医职诏 理应不会受到影响 但是这于1999年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医师法向违背 一个好医生 难道就要因为一张纸而被定罪吗 行医救人52年的老中医 遭人举报 没有行医资格证 被罚款6万元 老人一气之下 将卫济局告上法庭 称自己行医救人没有错 那么案情最后的结果如何 一代两医 难道真就要就此隐落吗 老姚依逃出了1996年 县卫济局颁发的行医资格证 然而 这于在1999年颁布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医师法 向违背 听完违法官的讲解 老人一时无言以对 为了避免受到惩罚 老姚依称 自己并没有开设诊所 只是上山采摘草药后 按需求卖给父亲的村民 然而 县卫济局反驳 称老姚依并不是单纯的卖药 在期间还使用了自己的一些技术 比如诊脉 观察舌苔等 结合患者自树的身体状况 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 随后给病人开具药方 这种行为 明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医师法中的规定 但是 鉴于老人行医52年 没有造成恶性案件 所以 仅处6万元的罚款 法官在走访过程中 也确实发现了老姚依 治病救援的行为 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医师法中相关的规定 县卫济局对他的处罚 符合法律规范 认为 一审判决并无不当 原本以为 事情到此就结束了 然而 就当委法官再次下乡 探望老姚依时 意外发生了 在路上碰见了一位昏倒的妇女 经过检查发现 其脚踝处有蛇伤 关键时刻 一名村中的大婶路过 认出了受伤妇女之后 将人带到了伤者家中 最后 就慌忙的跑去老姚依的家中 叫来了没有行医资格证的庞扶案 舌毒发作 仅需几个小时 而现在驱车前往市医院 绝对赶不上 眼下只有一种办法 就是让老姚依来治病救人 经过短暂的心理挣扎之后 委法官决定 先让老姚依救人 出了什么事 自己干着 很快 在喝下一碗草药汤之后 宁宁受伤妇女 脱离了危险 正是这次突发事件 让委法官感受到了 老姚依的医术水平 行医救人52年的老中医 遭人举报没有行医资格证 被罚款了6万元 老人一气之下 将危机局告上法庭 称自己行医救人没有错 那么案件最后的结果如何 一代良医 难道就要再次隐落吗 据当地分明讲述 老姚依是附近方圆百里 唯一的医生 平常患上感冒等小病 何必跑到县医院去看 委法官在简单了解情况之后 给老姚依提了一个方案 建议老姚依去参加 医师资格证的考试 然而他却拒绝了 原来 眼前的老人已经70多岁了 并且考试内容涉及到解剖学 从没有上过大学的他 去考试根本就是千方夜谈 最后老姚依说 自己往后就不看病了 委法官听后沉默许久 回到法院后 委法官查阅相关资料 恰好发布了一则新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里面就明确写道 从祖上传承下来 或是经过多年实践得来的医学知识 可以由两名中医医师推荐 完成各项考核之后 就能拿到中医资格证 而另一边 没有行医资格证的老姚依 将大门紧锁 将前来求医问诊的病人拒之门外 然而心中的医德却告诉他 治病救的不光是他人 还是自己 思索两久之后 还是决定偷偷为人进行治疗 数天后 老姚依发现自己上次治疗的妇女 并没有好彻底 于是拖着70岁的老骨头 上到陡峭的神仙山 采摘牙壁上草药 忽然一个不小心脚下一滑 眼看就要掉下悬崖 委法官正巧上山寻找老姚依 及时将她救下 两人回到家中之后 委法官向她讲述了新发布的中医法 老姚依也决定再拼一把 承诺会前往参加考核 到此 老姚依的刑医资格问题解决了 委法官也终于能够放心宣判 驳回了庞福万的上诉 维持原判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关注我 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